我原本是想說這個月基本上要好好宣傳超水真人 但是後來因為第一場其實賣的比較快 所以我們還來不及 大家還來不及看到廣告 基本上第一場已經完了 就已經賣完了 所以所有的宣傳其實都是為了家場 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宣傳 所以就繼續宣傳這個家場這件事情 沒事找事做 我是希望多一點人能來看看我跟樂團的演出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樂團真的很不錯耶 我覺得我們的樂團真的很不錯 所以如果不要只是來看張璇 來看張璇的這個團隊 我覺得這群人他們在我的生命裡已經不斷在發光發熱 所以如果有更多人知道台灣有這樣一群人的話 我覺得我們會有一個創造力超旺盛的年代 我很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這些幕後的很可貴的東西 包括就是我自己覺得就是未來十年就是 就是你知道不得了的一些年輕人 所以如果你們有機會的話 真的可以來看看這場演唱跟樂團 我覺得我們的樂團真的很不錯 我自己倒是覺得如果這八千人可以看到我的演出的話 說不定這應該會連續叫我們出了全樂團的專輯吧 宣傳就是這樣 不能只是說謝謝 還要先一直跟人家說 比如說你買的東西 或是你將要來看的演唱會可能又多好 那我不是一個很喜歡講預設性的東西的人 所以宣傳對我來說一直都不勉強 但是我很容易變得很害羞這樣子 因為我怕沒辦法給你們以為再期待的東西 但是這場演唱會真的很難得 它除了是我人生的一個 階段性的里程碑 它其實也遇到了 當了這麼多年歌手以後 我其實真心想要在音樂區呈現的一個新的年貌 不是我的新的年貌 而是我認為工作的方式的新年貌 或者是演唱會啊 音樂啊 到這個娛樂這件事情 在台灣還有多少可能的新年貌 然後我覺得這個年代我們可貴有好多好多 所以聽眾基本上越來越喜歡 演之有物 或者是說不只是為了愛情而服務的詞曲創作 這個不是代表說誰要打敗誰 而是在於說我們除了在愛情的情歌裡面的被撫慰以外 有更多的創作者跟更多很好的作品 讓你發現你的生命不只是孤單的活著 而且還有好多主題 也有好多人在關心 而我們可以用音樂去做連結 或者是會產生交集 這樣 所以這場演唱會想講的一切就是這樣 那我想要先謝謝 現在已經有買票的 就七千多個這樣八千多的觀眾 就是這一切 這一切 你們一定很難想像對我來說有多不容易 但是就是謝謝你們在我的人生裡面 讓我覺得這世界上有好多值得感激的 謝謝你們 然後希望2014就是演唱會也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祝福你們想做的事情 想去的地方 跟所有生命中將會發生的事情 為甚麼 我們可以用來做的事情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